欢迎观众朋友继续回到台湾顾问团 我们看到这个退休军公教 1.5个月的年终未问金 到底要不要删 现在朝野是互踢皮球 那么立委就要求这个行政院提案删除 但是这个行政院呢 又把球踢回给立法院 而国民党的立委还有府院党更是不同调 那么民进党就说如果要翻盘的话 一定上街头 那么很多民众看到这里也在质疑说 这个改革是不是在玩假的呢 那么府院紧急澄清强调 不会走回头路 年终未问金到底要不要删除 议题持续再延伤 每一年都要重新再把公务人员 拿出来骂一次是吗 对 我也愿意针对法治化自己去研究 我在这边我建议 你必须以后每年拿出来指教 行政院一刀判掉 九成军公教退休人员的魏问金 或许基于选民考量 着眼未来大局 国民党内确实有不少杂音 立法院国民党团打算提出党团版本 不过出身桃源 蓝军铁票仓的立委孙大倩 却是大动作在联署不删除 而其他还有蓝委认为 可以依照乐队采取集聚来发放 至于民进党部分 主席苏贞昌喊话 要是翻盘立刻走上街头 面对党内不同声音 以及在野党 陈冲态度很坚决 我们在党内的平台 有完成沟通 我们很坚定地守在一个 党政一体的氛围 那么陈院长 我们觉得其实他的态度 真的是像月亮一样 昨天政院发了个新闻稿 说要尊重立法院审议 预算的结果 结果今天媒体又报道说 这个绝对不容翻盘 国院长不同调 朝野没共识 版本变变变 民众观感很差劲 除此之外 现在就连国军退役 魏汶金也被批评 人们只发放给 75岁以上的退役将领 大约是300多人 一年花费772万 不过就在选举之前 担任行政院长的吴敦义 扩大发放了2900多人 金额增加到3000多万 招聘为了绑装浪费工厂 国防部事后声明 一切配合行政院规划 不过敏感时刻点上 不好再多说啥 专家理事件 珠海台北采访报道 好 这个改革究竟是玩真的 还是玩假的 还是真的 如民众所说在做戏呢 我们先来看到 光是这个蓝绿之间呢 就出现了好几种版本 国民党内自己就各吹各的掉 包括了这个国民党版的 是孙大千提案的 说不可删 全部都要留下来 那目前联署人数20席 好 那么来看到这个政院版的 那么当然也特别发了 这个新闻稿澄清说 绝对不会翻盘 那么当然是有条件的 排富注入 那么目前呢 来看到这个票数是19席 那么另外呢 这25席不知道 会不会有跑票的情况发生 那么另外来看到 在民进党版的呢 当然就是要全筛 那么目前包括了 这个民进党加上台联的 一共有43席 好 我首先请教的是 这个纪委员 就是目前怎么办 这个骑虎难下 就信如将举一卡在一半 我觉得这个可以讲说 行政院第一时间宣布太快 没有经过深思熟虑 而且呢跟地方来做一个协商 任何政策都一定要做通版检讨 考量 这个就包括像之前 那个立委的九项津贴一样 刚开始说九项全山 到最后我们只删了大概八十几万 换句话说你说 退休人员的这个 这个维稳金是不是在全山 我个人觉得可以讨论 但是最少要跟这些公交人员 来做一个 可以讲说做一个探讨 做一个说明 他们现在最不能心平 就是说过去阿扁执政八年 八年你说经济很好吗 也没有很好 那为什么他们都可以发 为什么到国民党执政不能发 好 你纵使不能发 你总是要给我一个理由 给个说法 你不能说喊三就算 所以这是这些军公交 他们最不能接受的地方 那当然现在已经 怎么讲 这些卡在那边 行政院已经把这预算编出来 在各个委员会再审了 那现在各个委员会审的情况怎么样 我跟你报告 就是说有些委员要删 有些委员会呢保留 有些委员会呢卡在那边 换句话说 未来只有两种做法 第一个就是说经过朝委协商 到底删或不删 第二个就是表决 就两种嘛 那两种就是两种结果嘛 第一个就删 第二个就不删 那删两种啊 删一半全删 或是说不删 哇那很删吧 不过我的看法 其实行政院你说府院 他话比要讲这么慢 你说好像说绝不翻盘 而且他讲绝不翻盘其实不好 好像说苏东央讲什么 哎呀就翻盘我们上街头 所以我们绝不翻盘 换句话说好像在讲讲什么 你跟着他脚步带走 那当然啦 这些退休军工教人员 可能自己也要考 也要检讨一下嘛 这阵子反应太过激烈 包括前几天那些 我们那些龙米淑伯伯伯讲错哦 可是他们觉得很委屈啊 他们觉得对他们也是 我信没有错啊 我跟上现在大家不能料狠话 你现在讲说 我啊我我我我我我 我就说造反造反造反 坦白讲 你看马总统他个性你知道吗 你你讲越硬 有些说好吧你讲这么硬 那我怎么下 我怎么下下阶梯呢 如果这个这个东西 大家平心而论 来讨论出一套 大家可以接受方案 换句话说 如果说经过朝野协商 当然民进党一定是喊三嘛 对不对 那国民党现在有人喊三 有人喊不要三啊 但是我想还是以国民党为主体嘛 那国民党为主体的话 到时候我个人的想法就 如果说选择一个妥协的版本 就说好吧 那那是不是三三一部分 就像我们那个所谓九位 九项纪纪纪 也不是全三啊 那三一部分 如果国民党到时候来表决 也会赢啊 那如果国民党到时候 赢了之后呢 一部分 然后再交给行政院来执行 那到时候总统或行政院 他就有个下阶梯了 我讲很短讲一个故事 春秋战果时代郑庄公 跟他母亲处得很不好 因为郑庄公母亲 喜欢他的弟弟叫共赎段 想要把郑庄公废掉 所以郑庄公很生气 就说好吧 你这母亲对我不好 所以我们不到皇权 不相见 后来他想 很糟糕 我对我母亲长这么重的话 可是很想那母亲怎么办呢 那时候有一个大臣叫 营讨俗 他就说那很简单 就挖一条 那个挖一条地下泉水 你知道吗 叫皇权 他就说皇帝 你那个时候就可以跟你的母亲 母亲啊 皇后见面了 结果 因为这样子 他们既一方面可以解决 师母之苦啊 二方面又不会说均无戏言 换句话 其实可以找出一个办法 一方面不让府院觉得好像说我说的做不到 好像空口说白话 二方面呢又能够顾及到军公教他们福利 我觉得这用政治智慧来解决 有办法解决 有心就有办法解决啦 你有那个善心 有那个一个善良心就有办法解决 你看那个欧巴马 他为什么本来很危险耶 公罗姆尼泉本来好像要落選 为什么后来又翻盘了 很简单嘛 你看那个山底巨峰 救了欧巴马 我给你看法 他当时把那个欧巴桑抱在怀里的时候 他刚才讲说 你放心 你们不会 我们会帮你渡过难关 结果那个欧巴桑说 你答应我 这个欧巴马讲说 我答应我答应 你们不会有事的 他那种好像一种 慈母抱着受惊吓的小孩 那种真情流露 感动全世界人 我的意思是说 今天你 我们财政这么困难 大家都知道 如果今天我们的执政当局 我们高层站出来 真正跟这些军公教 温情喊话 讲出我们现在的困难在哪里 我不相信这些人真的说 我们一定要百分之百 要领到一个半月的退休金 我觉得有些时候 人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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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气 人家一条乡 万里港山一两万 就是那种感觉 他们这次会这么生气 就是感觉太不好了 这肯定是要做的 可是我想要请教黄委员 就是说 在所有的改革过程当中 所要说到改革 是不是真的就没有办法 做到面面俱到 我觉得刚刚介委员说 也蛮对了 但是我必须想 欧巴马是抱着欧巴桑 然后马总统是跟人讲说 我不是来了吗 中间有一些差别的 不过我话说回来 必须要提很诚恳的说 如果你说对了 任何改革 因为做教改革 一定会隔掉某些人的利益 所以说你做这个改革 一定会影响到某些人 我们就知道的 但是其实坦白讲 今天这次不管是年终未问金 或者是这个老保军工 叫建保的这些改革 其实坦白讲 目前为止没有人口出恶言 你说在野党 荣获有些个别的人 在讲说 什么什么 好像A的什么钱 那种话我觉得 其实我们都不要说 今天是大家国家 碰到的问题 碰到的困难 才这样子 包括在野党 蔡英文也讲说 来开国事会议 开国事会议 不是要电高蔡英文 也不是要电高苏贞昌 开国事会是 在野党宣誓 是要共同承担的 要不然我们在野党 就讲说直接指责 你这个东西 为什么弄不好 那个东西 为什么弄不好就好了 我们干嘛跟你去 开国事会 大家一起被骂 我们不要啊 所以我觉得 其实马总统的心胸 有待要宽大一点 我觉得比较好 比较容易像欧巴马 但是我觉得 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今天的这个年终委员金 我们以退休的 这个军人来讲 陈宗院长讲的 这个两个 年终委员金来讲 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 这个收入每个月 零两万块以下 第二个是这个演训 中粮之后 或是中粮的遗卷 这些我们都可以接受啊 所以可是不需要 那在这个时候 把一些退休的 杯杯 或这个 只领 那个救养金 一万三千五 那个救养金 杯杯拿出来 因为他们都领得到 今天跳出来的 很多人是 退休的降临 退休的降临 一个月领多少 很多万加一万 今天我们 今天很多 甚至上次过去 监察院还纠正 这些退国防部 给这些退休降临 自己私自的加码 把他们以上降为例 一个月本来领十三万 他把它加到二十万 然后再乘以一点五 变成一个月 本来是领二十一万 他可以领到三十四万 这点让人家觉得 相对剥夺感太重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 某种程度来讲 我们愿意 心平气和地讨论这个事情 因为改革都会改到 某些人的既得的利益 那如果今天国家财政许可 大家来做圣纳老公公 没关系 可是今天已经不许可 这么做了 大家愿不愿意 站在一个比较平和 不带情绪的 不带互相攻击的 这个立场 不带互相消费彼此的 这种立场 来谈这个问题 我们是愿意做的 但陈冲院长 就在跟马总统一样 在这个事情议题上 左摇右摆 今天不是在野党 推踢皮球给他们 是今天执政党的 大党边 林洪池委员 小党边 吴玉生委员 两个人讲法就不一样 然后立法院党团 又跟行政院讲法不一样 行政院讲法跟总统府 甚至这个执政党的秘书长 曾永泉秘书长 讲法又不一样 所以让人家觉得 看了补萨长 我们到底听谁 到底怎么样 所以我们才觉得说 希望说执政党把这个话讲清楚 我补充30秒 我个人看法 其实服党 服院是没有改变的 换句话说 我今天把这个预算编好 送到立法院 我的立场就是说 两万块钱以下不删 以上往上要删 然后呢 立法院你们要删不删 你们决定以后 我再来决定 他意思是这样子 那现在民进党是希望说 你既然说 两万块钱以下再发 那以上就不发 那是不是你们把 医院拿回去改一改呢 那行政院的意思就是 我现在就不改 我已经宣布了嘛 我立场是这样子 那看你们立法院的态度怎么样 我再来做因应 所以到目前为止 坦白讲 府院真的是态度没有改 没错 因为行政院长 他没有改啦 行政院长没有把话说清楚 他没有讲清楚没错 但是态度是没有改的啦 中央政府总预算是一个案子 我可以同意 继续 中央政府总预算是一个案子 你没有办法单独抽出一部分 再改部分 你要撤回就整个撤回 你要撤回整个中央政府总预算 整个预算 制度在从头走 那付出的政治代价太大了 这我们可以接受 但行政院长连这个东西都说不清楚 你说我们还能相信他什么 所以县宏大哥你会不会觉得说 其实这样搞来搞去怎么又在内耗啊 是不是 我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现在因为民进党版本比较简单 叫做全山 所以他不需要去解释内涵是什么 不过我觉得民进党其实也是算是帮忙的 帮了马总统很大忙 苏贞昌 说如果你要翻盘的话就走上街头 那马总统听到这一句的安心了吗 有人要跟你走街头啊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他就比较有空间 我只是说 这一次苏贞昌主席 其实帮了马英九很大忙 马英九主席你要记得 你记得人家是帮过忙 我是从政治上看这个问题 实际上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 国民党会怎么会搞成脆弱多数 这么脆弱 我就是说现在真正核心涉及这些案子的人 也不过十几万 那些资料老早有 老师说我的理解是 每一个case的状况都不太一样 你没有办法用什么接官接什么 我看他们现在在分这些的时候 我就笑说 你这样又不分不清楚了 其实我想整个台湾的所有老百姓 不反对说 如果农民老伯伯 他生活真的很困难 他可能有些需要两万 有些需要三万 可能四万 可能他才能摆平他 现在他的局面 那你给不给 我认为大多数人说给 只要知道他实际的状况是怎么给 可是你也知道 有一些人真的好得不得了 就是刚刚韦泽刚刚提到 那那个该不该给 那我也相信马总统或是南设立委 他们也认为说你们拿这个干嘛 那我也不相信说孙大迁啊 现在正在迁的那个东西啊 是要帮那些已经赚很多钱 赚了肥资人去迁这个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互相之间真的都有误解 最好的方法是真的 你把那个资料整个大家摊出来看 哪一些该给哪些不该给 大家花一点时间 把真正的资料 每一个的状况都把它厘清楚 不该给的大家一起同意 画掉 我跟你说 绝对没问题 这个社会接支持 该给的勾起来 我跟你讲 台湾什么在经济什么不好 这个也不要太出 再讲太过头 没有那么不好 我们难道出不起钱 去帮助这些有困难的人吗 我们出得起啊 大家不要假装嘛 那问题就是大家公平正义嘛 马总统你最大责任 就是你这个大家 你就是要走做公平正义 今天初贞昌都愿意说了 说了那个话 说如果你退转的话 我要上街头 他难道会说真的是要把 你们真的要把这些人赶尽杀绝 就是一毛不给吗 不是嘛 大家都不是态度 可是却宁愿大家互相误解 继续是什么 这办嘴皮子这是不对的 我是说我讲的是双方我都理解的状况 所以大家是真的是应该坐下来谈 管他叫做国事会议 管他叫做什么会议 就是创造一个机会 让他一次把这些问题理清楚 很遗憾喔 我告诉你我这个话喔 在陈水扁执政的时候就讲了 陈水扁执政我就说 那个四十几万人 我也反对说一声删说什么18%都给人家删 我觉得这样不对 我说你执政 你选举的时候说那个18%怎样骂 是一回事 真正要动手的时候 对不起这有社会的信赖保护原则也好 公平正业也好 不能伤及无辜啊 不能伤及 那这个要怎么做呢 对不起 那就是四十几万人那个名单 到处于每一个人的状况是什么 请花一点力气 把它都厘清楚了 我们自动就会挑出说 这中间有没有回吗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如果有 我继续回到台湾顾问团